上周六晚间,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日落公园附近的一个华裔家庭 四名幼童与一名妇女遭到凶险持刀杀害 目前嫌犯已经落网,警方也公布了嫌犯和受害人的姓名 据了解,嫌犯是受害人的亲属 现场遇害的37岁华裔妇女名叫李巧珍 与她一同遇害的是两个7岁和9岁的女孩 以及两个1岁和5岁的男孩 目击者表示,5人大约是在26号晚间10点45分遇害 警方随后在血案现场逮捕一位25岁的凶贤陈敏东 2004年陈敏东从中国来到美国,是受害者亲属 陈被发现时,手上还握有行凶的菜刀 他在接受警方盘问时,曾向警员挥拳 并撞到一名警员,面临新的起诉 警方表示,陈敏东一直想要表现出努力的样子 但似乎对成功的人有些仇恨和妒忌 陈敏东在侦讯时解释道,他来到美国后 似乎每个人都比他表现得好 不过最难过的是,当时不在家的男主人 在他透过华裔翻译人员从警方那儿 确认家属不幸遇害的恶号后 一度悲痛欲绝 这栋房子在1971年与1974年 也曾发生类似的家庭谍协惨案 新唐人亚特电视叶文编译